依旧来关心一条来自奥克兰地区的一条资讯 奥克兰有关组织主动建立应对城市涂鸦问题的机制 奥克兰涂鸦破坏预防项目首次赢得了奥克兰众多社区的积极评价 这个项目刚刚获得了业务转型卓越奖 这个项目的成功在于用预防性的方法 主动减少破坏城市各个地方的涂鸦行为 奥克兰市政府社区安全项目经理马克说 奥克兰涂鸦破坏预防项目获奖充分证明 奥克兰市政府在减少城市涂鸦现象的措施是正确的 同时也为解决这个社区问题做出了贡献 马克表示我们真想减少涂鸦现象 在于一个地区范围内采取积极的预防方法 而不是简单的处理涂鸦破坏行为的后果 同时预防涂鸦破坏行为使整个社区感觉安全 这也符合奥克兰成为世界最宜居城市的目标 据了解奥克兰市政府还将与当地社区积极合作 如采用不同社区团体参与等方法